謝謝 以前講到這個藝德哥 眼睛就發亮了 對不對 我很喜歡這種銀氣 就是很乾淨 然後一種... 怎麼講 光澤跟味道 就是 這個泡茶我真的拿來用 因為我自己本身喜歡喝茶 是 所以這個 跟妳朋友泡茶不錯 真的要講話嗎 要講話 泡個茶 爛爛爛爛 不過義德 我要跟你講一下 這個拿來喝茶是錯的 錯的 因為它這個 所以說不能太高溫 不是 這個是個酒杯 酒杯嗎 不是茶杯 我把它當茶杯 為什麼說它是酒杯 是 首先你要知道 在日本 在我們山東這個 大概這個緯度線 其實冬天都很冷 是 所以喝酒 溫度比較低 喝酒都要喝溫酒 你知道嗎 那個酒要用熱水溫過 對 要溫過 溫過就要找這種銀杯 這種銀杯是中空的 你摸起來很厚 對 其實它不是整塊銀子 它是用打出來的 打出來它裡面這一層 亮亮的這一層 它是另外一層把它放上去 然後把它焊起來 焊上去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保溫 是是 我以為整個是純銀 不是 不是 中空的 中空的 了解 然後你酒倒上去以後 大概在五分鐘之內 它不會涼掉 有保溫的功能 因為它沒有直接跟外面接觸 是 它中間是空的 所以說它可以保溫 如果你拿來泡茶 不是不行 對不對 你拿漱口杯泡茶也可以 沒有人說你不行 所以這個是當酒杯比較適合 因為 以後我就下次就喝酒 茶杯跟酒杯不一樣 酒杯大部分都有一些什麼雕刻 什麼的 那茶杯就是塑淨 乾乾淨淨 這是酒杯 而且這是日本有名的銀器 銀器 手工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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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精緻 蠻精緻 不但精緻而且 它盒子也做得很壓制 它有一個盒子 對啊 小孩子把它兩個裝在裡面 是 它很開就可以裝在裡面 杯子 這上面有橘 橘的話在日本是國花 所以說這個有橘的話 應該也是黃氏 也是黃氏 你是哪裡發現這個薄物的 易德哥 這也是在一品店 也是在一品店 這個價錢它出的 你滿意嗎 就一組買十二萬 如果它就是名家打造的 當然是一定超過這個價格 如果只是一般的一品 那就要少一個零 這個你要知道 少一個零就少很多 一般的一品 那怎麼看得出來 因為手工打造的 那就是用手敲出來的 敲出來 所以它每一個 比如說菊花每一個葉片 對 各有不同 是 不會說好像印上去的一樣 是... 看一下 來 看一下 你有沒有拿來喝茶 沒有拿來喝酒 沒有 你現在發現他的心用土了 明天拿回去就 用酒來試試看 每次跟人家說生理的時候 就說我拿最貴的 還是適合比較... 所以也難怪你說 女朋友啦 潛女 或者是媽吉的好朋友 夫妻啦 萬萬一對一的 比較適合 沒有那麼多的杯嘛 要不然這樣再多買幾個 是不是... 是不是這個 真正日本名家手工的 銀製酒杯呢 是 錢賤價 十五萬元 好 來 看一下 又賺了 看一下... 你看 你看 這個旁邊 全部都是用木錘 敲出來的 錘子 你看 一個點一個... 全部都是木籌摔下來 然後這邊的 也是用木錘敲出來的 是... 手工的痕跡 非常的明顯 所以這一支是 真正手工的 像這樣一個杯要做多久 光是敲 像這個杯都要敲一千兩百次 一千兩百次 要敲一千兩百次 因為它原來只是一塊銀板 銀板 慢慢敲... 要敲成圓的 然後再敲... 要敲出花來 這個非常難... 又買到真品 來 廖老師 太好了 好 像他這一個 如果說它是叫 那做這些異品類的話 如果說你做得好 那它是由皇帝來頒布為 第四季異元 價格的可能是 五倍 你打得很漂亮 但是我的簽名 就是第四季異元的一個簽名 就是國寶級的 大概是拍賣價格 大概是五倍 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們一般講說 那第四季異元是國寶的 價格可能都是很高的啦 因為明治實際 到現在才一百多年 所以它的價格呢 大概如果是第四季 你確認它的名字 它有簽名 那它是第四季異元的話 那價格就高了 他說就要五倍了 那比如說 你那個木盒一定要保留 非常完整 因為在木盒裡面都會寫上 它是什麼時候做的 是 然後當初它用的這個銀的含量 是多少的 那你只要是迷舞郎 這個價值五大的 那大概價格乘以五啦 它沒有它就寫祖先 就是一般人的 一般 對 一般的作者 一般的作者 所以 但是沒關係 這個還是小賺 對不對 聽了就放心了 對